10月14号由李晨和张鲜宇饰演的电视剧《到爱的距离》就要在东方卫视全国读播了 不过这对荧幕恋人如今已经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所以很多人也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不过两人分手没多久张鲜宇听说就被人表白了 有表白还有鲜花还有熊豹 这感觉似乎是挺不错的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看看 深情的表白大大的熊豹还有美丽的鲜花 张鲜宇在分手后的首次亮相可谓是充满了看点 一次简简单单的公开活动 俨然成为了张鲜宇粉丝的求爱大作战 太漂亮了 谢谢 什么节奏 张鲜宇真的非常爱你 然后实际是这样的 就是不管发生热闹事情 我们肯定会一直爱你 然后这个期限一定是几万人 连周鑫驰的经典台词都用上了 难怪张鲜宇在台上早已笑得合不拢嘴 这么说难道鲜宇已经走出了和李晨的分手阴霾 活动结束之后 张鲜宇却刻意回避了媒体的镜头 她在助理和工作人员的护送之下 匆匆离开了现场 完全没有留给记者采访的机会 就以后还有经历着李晨同台吗 看来张鲜宇近期是不打算在媒体面前就分手一试做回应了 不过就在活动结束后的几个小时 张鲜宇更新了个人微博 言语之间透露出了些许凄凉 北京 我还以为我没有家了 张鲜宇出生在江苏 而李晨的籍贯则是北京 难道张鲜宇依旧对这段逝去的感情念念不忘吗 就在同一天 李晨也在北京公开亮相 相比此前在到爱的距离发布会上的一脸沉重 这次李晨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微笑 匆匆走过红毯后 李晨也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中 10月14号由李晨江鲜宇主演的电视剧 《道爱的距离》将登陆东方卫视 此前作为该剧监制的李晨就被媒体爆出 要求删减剧中和江鲜宇的亲密戏份 很快片方对这条消息做出了澄清 只是拍戏时两人还甜甜蜜蜜 如今却分道扬镳 让人多少有些唏嘘 他们的爱情寿命太短 还经不起一部电视剧的这座周期 相比李晨的落寞 张鲜宇似乎已经投入到了全新的工作之中 他在新版《神雕侠侣》中饰演的李莫愁 最近曝光了造型 对于这个新角色 张鲜宇信心满满 可能大家会听到说 张鲜宇演李莫愁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说 没有以前的那股阴气 没那个斜径 对对对 但是其实是 我觉得还蛮的分析 应该是有 我给自己打85分吧 编剧于正声称 自己在片场见到的张鲜宇 十分专业 分手一世 没有影响到她的工作 张鲜宇是个演技非常好 我非常欣赏的女演员 她完全没有影响到工作 新了在线 北京采访报道 我的同事也是给这部戏 下了一个一句话的定义 叫做什么呢 叫做好戏来得太晚 这个爱情走得太早 这话其实满值得去琢磨琢磨的 这边宇是个烹饭的 好戏来的 好